什么是梦想 当名画家 当舞蹈家 开间咖啡屋 姐姐 什么是你的梦想 我小时候梦想 就是我们家门口那棵树 我能够一气爬到顶上 就像别的小孩一样 能够爬到树顶上去 这突然有一天 好像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想当兵 特别想了 钢琴 还有武术 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前 我就已经丢了自己的梦想 我爸爸妈妈就很希望 我能够去读大学 学做生意类的东西 然后还要嫁一个人 然后就做一个 很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就好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我考进了导演系 但那个时候我极其不理解 为什么不支持我 为什么不让我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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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到现在有时候 我还是会问 妈妈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一年之后我就开始发现自己可能是个物招 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导演 从那时候我就没有导演的梦想了 一个大大的梦想 这么大 那么大 现在我的梦想 很多人都说 你的手都那么硬了 这个年龄还能学吗 我说这有什么不能 硬就让它慢慢变软 姐姐 我叫你两只老虎 反正我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呢 我可以慢慢地学 我想起来了 我大学毕业之前 我有一个愿望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我要到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去生活三年 这是我的梦想 所以现在呢 要是我有了小孩 我要带着他一块 到大草原上去生活三年 这是我的愿望 不知道他同不同意 对我来说 期待他健康吧 希望他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我现在觉得 我希望能够通过 我实现每一个小小小小小的梦想 要慢慢完善自己 完善我的人生 梦想可以变真 什么是你的梦想